大家好,欢迎收看聊天球,我是凉哥 今天的比赛有点意思 这是2020年的英国锦标赛,丁俊辉对阵巴雷特 这场比赛呢,第一我们要看丁俊辉的做球能力 第二呢,就是看看裁判的能力 因为像这场比赛裁判出现复位的时候如此大的误差 在其他比赛也非常难以见到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刚才丁俊辉这个翻带 原本的想法是把红球翻到带口附近 并且呢,某球给对手做成障碍 然后,对手解球了之后 自己有机会来进攻 谁知道,红球入带 于是只能顺势的推一杆 直接做四路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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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丁俊辉又给对手做上一杆 这一杆呢,右边一酷就可以去解球,难度不大 但是这一杆解球问题的关键在于,红球如果被解到之后很容易就漏机会 因此角度和力度的选择非常重要 此外,大家还可以注意一下某球此时的位置 好,我没想到,我可以吃 你能够吃吗 我可以吃吗 我可以吃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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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裁判复位明显有很大的误差 连选手自己也觉得非常不对劲 就算经过无数次的调整,还是不对 至少插了两三颗球位,现场的导波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稍后就会放出两颗球重合的对比图 这一颗没有解到还要复位,因为定居会现在没有机会 那么我们看裁判,他放的位置真的是非常的离谱 谢谢 这一杆力度小了 实际上我们看线路已经完全正确 但是呢 刚才某些位置比之前要远了一些 那么力度自然就差了 实际上这个选手的解球 每一杆都在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那么自己掌控呢 就肯定容易出差错 冰状味的 冰状味方法 冰状味方法 这个是冰状味方法 冰状味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杆已经被罚了20分 终于解到了红球 巴雷特这时候 也是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放下心来 结果下去之后呢 凳子都还没有做热 又被做一杆 感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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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丁俊辉领先28 台面22 对手不会放弃 我们一会看看丁俊辉的动作比较奇怪 4 9 粉嚼的难度非常高 没有打进也没有关系 本局已经获胜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